整個家都淹水了 整個家都淹水了 住家瞬間變成池塘 家具全都泡在水裡 原本以為是雨勢過大造成淹水 但仔細看水流方向 是從屋外往外流 真正的禍手 是爆裂水管 然後從這邊剛好 從這邊轉彎 轉彎然後到上面去 到上面 那禮拜天11月之後 水管爆裂 其實禮拜六就有了 這戶位在復興路的民宅 週日早上屋主被鄰居叫醒 發現一樓已經淹水約十公分 家具全都遭殃 水公司到場 花了三個多小時修復 研判疑似摘水管線老舊 支撐不住家產生的壓力 才會爆裂 按摩店 這台我想應該壞掉了 廚師機 因為廚師機我在開廚師 整個電線浸在水裡面 所以這台我現在不敢 不敢開 先把它都煉乾 我們這邊等於說 有一段時間大家都要存水 存水 現在因為有這樣站是蠻好的 每家每戶都有供水 但是問題就是水管老舊有 3不50會爆 我們這一條路要像上台時 時常再修水管 那後續我們在12點半就已經有修復了 那現場確實造成 用戶他有一些設備 有損壞 那目前我們請用戶先 進行整理 因為現場可能有一些凌亂 先去整理 那我們後續也會 跟用戶來談這個補償的一些方式 那我們可能跟他先看他是有哪些東西 可能需要去維修 他這個破的管子 那是算我們的配水管線 那配水管線 因為我們基隆的地區就是 高低差距比較大 所以水壓變化比較大 那有時候在天氣有時候冷熱變化的時候 熱脹冷縮就比較容易會破裂會漏水 那這一次就是剛好他漏水的位置 他是在他的這個家戶裡面 剛好他在他的地板下面 所以造成他的那個用戶裡面 有一些東西就會淹水這樣子 這一回暴力的水管 是負責送水到山上的家站 供上百戶居民使用 水公司承諾會負起賠償責任 但居民希望水公司能夠徹底更換管線 不然一直修也讓住戶很困擾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